主料,中粉200克,水105毫升,酵母2克,主料,油50克,中粉100克,葱花,芝麻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先做饼皮,主料中的温水和酵母合匀,加入主料中的面粉和成团备用,油酥,配料中的油称好,加入配料中的面粉和成团,面团醒10分钟左右, 把葱花切好,芝麻盐是买来的,用皮皮包做油酥,改成饼状后,丢成三折,再改成饼再折成三折,再改成饼,下面撒上芝麻盐,用擀面罩盖一下,带到适量的油,用饼来回抹平,再撒上葱花,再折成三折用刀切开,干成适合的大小,摆在烤盘上,表面刷一点蜂蜜水, 撒上芝麻入烤箱180度15-20分钟,除后烧凉就可以吃了,烹饭技巧,一圆方子上面团是不用醒的,我觉得醒10分钟更好操作, 二,我做了10个,每盘5个共2盘,每个都挺薄所以特别的酥脆,直接当饼干湿就很不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